大律師公會指極度關注政府押後立法會選舉 質疑決定的法理和證據基礎存在重大移民 聲明指特區政府試圖以公眾健康風險合理化押後選舉的決定 政府任用緊急法取消原定選舉 但中心法院將處理禁蒙面法的上訴 審理緊急法的合憲性 政府任用緊急法取消選舉 最終說被裁定不合法 公會又說基本法定名立法會每駕任期是4年 選舉去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 令人震驚的是政府不單是無視基本法的規定 更加提醒人大常委會就立法會任期問題作出決定 實際上是繞過基本法和其他香港法例的條文 避免政府的決定受到法律挑戰 違反法治社會中要求行政機關的行為有合法性 以及法律有確定性的原則 對香港的法治帶來衝擊